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奔绿通背身来到六号岛 开镜架强等待 扔出擦墙闪光脚跳出来查看 感觉近点有人立即抛走 索误 又迅速变换位置继续查看 虚晃一枪此刻狗蛋咬大人体 上香顶突然闪见水与没动赶紧下来 马上扔出反弹O3 在变换位置继续架枪 此刻肥口有人立即回防 双方一换一此时内场报警 从警家回防第一时间查看低波 低波重度封音必定有人 架剧一秒点瞬间击大 独飞极可能在放包上车顶瞭准 正查看包点时闪现了一击一块的击风 最后一人排在一号车里 并且下车不及被二手击杀 双鞠谁受得了 此时阵行两外一中两内 来到五号车瞄准飞口 没有情况此刻要调整位置 扔出绿通巫寺逼退对方 感觉出匪要搞事情 马上抛售五号车 又再次大人踢上箱子 同时二狗身亡 这么隐蔽的地方非常适合狙击 烟雾快散可能来人耐心等待 对方跳出甩鞠自杀人到枪岛 又迅速锁定红楼梯局 将每种迅速变换位置 锁定飞口意识非常强悍 突飞可能声东击洗 同样是世界顶级战队对手 非常忌惮小马哥的狙击 根据爆点 对方转移内场 突飞风烟下低坡 小马哥撕倒一下 此时乃狗身亡直接尝试三号车 C4已经安装矿军没中 先调整状态 还好狗胜击毙一人 可惜二狗野阵亡来到第一坡 不断地小跳过车底 突然狗蛋已驾火吸取 小马哥甩鞠袭上 扛鞠上前找人 可惜拆包时间不错 只好反馈 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 宝枪才是最佳点 此时阵型两外三内 开进第一时间瞄准飞口 对方要准备 此刻红楼梯 有人提前瞄准 据爆点那场有人需要回防 但小马哥仍然不放心外场 最终还是来到绿通扔撤三 感觉不对又跑出五 再扔出四 逼退对方 土匪对小马哥的狙击恐惧到压去 到了黄金时间 仍然不见对方的综艺 又在抛出三十肥宝 有人迅速上车底 驾枪等待突然击响击杀此刻 绿通来人 击响没中立即变方位置 还好狗蛋的枪 立即穿墙 同时注意外出情况 最终被二狗没开二度锁定胜局 此时阵型三万两内 开进瞄准锁定红楼梯出口 土匪如履薄冰 不敢轻易露头 你不来我 对手如果没有相应的狙击还击 几乎就要交代 又到黄金时间锁定位置 突然闪现 人道枪到击杀 立即上车预秒 又瞬间击毙 继续上前传车领击击联系 外手相当点击毙肥口 还有人开进瞄准 瞬间击毙非常精彩 下期见